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台湾在80、90年代相当流行类戏剧 例如蓝色水玲珑、台湾变色龙、戏说台湾等等经典作品 时至今日还是经常能在电视上看到重播 男星简家伟是戏剧、戏说台湾以及蓝色水玲珑的熟面孔 在剧中演过猴精、狗精、虎精、铲除精和五公精等各式各样的精怪 因此被封为禽兽专业护 不过,前段时间男星简家伟却为此在社交平台上PO文 希望该系列节目可以别再播了 理由更是笑翻不少观众 简家伟不久前在社交平台上 报废公社公开版PO文写下 未来26重播台 可以别再重播我以前演的《笑脸狼年少时的阿和》 还有在《蓝色水玲珑》中饰演的角色了吗 并幽默说道 只领一次前 却已经重播过M变 最后他也自我调砍自己现在已经是老和了 贴文一出吸引不少网友留言 我觉得现在比较帅呢 怎么感觉都没有变老 看你的戏长大的 阿和跟阿姑超经典的 我第一次看到演员在报废发文 天啊满满的童年回忆 事实上简家伟已经40多岁 1999年出道 许多台湾的电视剧都有他的身影 除了类戏剧之外 他也有演过乡土剧 家和万事兴 甘为人生 蒙甲的女人 以及任贤奇的MV 橘子香水 经验相当丰富 前不久 他上节目大胆爆料拍戏时的去世 在节目现场透露自己 曾为了拍戏被人力车弄伤手指 而爱犬去世后让他更加重视个人生活 除了会开始写剧本 甚至还写杠当保全 近期更是被拍到 为了追求个人生活 已经转行当饭店保全 月薪也跟着曝光 简家为前段时间上节目 命运好好玩 透露 自己的手掌侧边留有疤痕 是因为拍戏时被拿菜刀的零食演员误伤 因为这个灵眼不做这个动作的话 导演会骂他 此外 他还曾饰演过人力车的车夫 剧组原本交代吧 90公斤的女演员排戏时先别上车 没想到对方却上车了 他因为没有心理准备 直接摔倒在的 人力车的杆子直接朝他的手压了下去 导致他的小拇指一个指节损伤 后来赶紧送医 打钢钉钉回去 他苦笑着说 送医路上他疯狂大哭 直呼真的太痛了 简家为透露 自己平时一个人住 而他在拍戏时遇到爱犬病逝 当时就有了不想再拍戏的念头 也因此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形态 后来开始写杠当保全 也会趁着空档时间写类戏剧的剧本 自己也会参与演出 先前有媒体报道 男星简家为自铺转型成为了一名饭店保全 并晒出自己穿着工作制服的照片 引发网友热议 已经年近五旬的简家为是一名专业戏剧演员 拍摄了将近二十年的戏剧 还曾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配角 演技精湛的他很受观众欢迎 此次他突然宣布转行受到网友关注 而被问起 为什么会有鞋杠当保全的想法 简家为也是毫不避讳 大胆吐露心声 原来多年来因为一直都在外地拍戏 简家为有感于没有什么个人生活 看见身边的朋友都做起了副业 他也解锁了新角色 据悉 简家为在社交账号上发文透露自己解锁了人生新角色 转行担任某知名饭店保全 还用自己曾饰演过的角色调侃 我曾是古代持剑的门神 现今是持无限对奖机的保全 在简家为晒出的工作罩中 他穿着蓝色的工作制服 胸前还别着工作牌 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职业是保全 也就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保全 前不久 简家为上 命运好好玩 在节目中透露 这份工作 朝晚7.7 工作时间几乎都要站着在饭店门口迎兵 一天坐12小时 从早上7点至晚上7点 站着的时间就站了8个钟头 颇好体力 涨时间的站力导致简家为的皮鞋开裂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买新鞋 而是把鞋子修好再继续穿 接着他还透露平日里还需要扫路边的烟头 而月薪约4万多元 主持人和篤林一厅这么累仅4万多元 笑称干脆和一旁的来兵黄小谷一样去开出租车算了 但简家为表示自己开车常违规也常出车祸 笑称还是先不要 但他也透露认为当保全还是可以上通告或接戏 并坦言现阶段也有在写剧本 想从事幕后编剧方向 不过 虽然很辛苦 但简家为却乐在其中 他还大方表示 若有经过我工作的地方看到我的话 欢迎来跟我say hello 可能很多人觉得当一名饭店保全没有当演员来的风光 夸赞简家为转行是能屈能深 但简家为本人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演员不代表深 保全也并不代表屈 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 同时简家为还透露自己曾做过其他行业 例如杂志社推销员 信用卡业务员 餐厅服务员等等 他觉得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并直言 只要不偷不抢不骗 就是好工作 所以简家为并没有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是 屈 反而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并发文表示 不用开长途汽车 不用背井离乡 不用杀青等于失业的日子 好像越来越习惯了 日子过得挺滋润 作为一位演技精湛的资深演员 简家为即使已经转型了 但仍然收到了不少戏约 不过他目前并没有继续拍戏的打算 他表示自己在空闲时间 只想写剧本不太会想去拍剧本 还公开称自己已经脱离演艺圈了 只是有一点 就是舍不得演艺圈的众多好友们 怕不拍戏就看不到他们了 喊话同行 希望他们记得有空时 经常要多联络就好 简家为在社交平台上 PO照分享转职的消息后 获得不少粉丝支持 不过他也透露自己刚转为正职 又收到 细说台湾 演出的邀约 让他无奈发文表示 非常感谢剧组发我通告 但是 虽未公开表明意愿 但文字中似乎已无意愿重返萤光幕前 据了解 台湾本土单元剧节目 戏说台湾 取材自台湾民间传奇故事 从1999年开播 2000年停播 之后于2002复播 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 经常出演该戏剧的男星简家为表示 他曾在剧中揭演过各式各样的妖精 但他近日得知这次的角色名称后却犹豫了 简家为在脸书社团 报废公社公开版 中发文表示 在 细说台湾 里 以前不论是猴精 狗精 虎精 蝉雏精 蜈蚣精 石蚤精都好 叫我演石磨我就演石磨 不过 这次的妖精角色却让他直言 唯独这次叫我演的妖精 让我犹豫了 接着 他贴出根据组人员的对话记录 组组人员告知他8月21日到25日需要定装 拍摄时间会抓18天 可能会拍到9月中 且这次出演的角色是老鹰精 简家伟看到角色名称时 联想到谐音并回复老鹰精 真难听 随后 简家伟也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回忆起过去曾扮演过的鸟类妖精 以前年轻时我有扮演过神雕跟不死鸟 对了 还有没有饼干的孔雀 但提到这次的角色老鹰精 让他相当好奇造型会如何呈现 真不知道这次戏说台湾要去定装的老鹰精会是什么造型 应该是黑色戏吧 贴文一出 随即笑翻一票网友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我刚想说不就是老鹰吗 但念出来后金母汤 什么时候播出 我想看鹰精 我是说老鹰精 你只是纠结在老 换大鹰精不就好多了 从小鹰精演到大鹰精再演老鹰精 一定要老吗 大不好吗 我念了好几分钟 才懂了什么 虽然他现在拒绝了一些戏约 大家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了 但是如今简家伟已经适应了在饭店当保全这份工作 并且成功转正 生活也非常稳定 就像他说的无论是保全还是演员都只是一份工作 并没有高低之分 当保全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祝福他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 而除了简家伟斜杠起来 开启自己人生的第二角色之外 也有很多演艺人员纷纷开始第二职业 瘟疫从2019年底爆发后 严重冲击各行各业 连光鲜亮丽的演艺圈都难躲过 掌清聚 细说台湾 演员官至近日到团购仓库搬货 领到一万多块的薪水 差点哭出来 根据Eat Day星光云报导 官至应征仓库工作时 一度被老板误认不能吃苦 险错失打工机会 开始上班后果真不轻松 每天要花七小时在200瓶仓库 减货300个商品 且被同事认出真实身份 不过他成就感爆棚 领到第一个月薪一万多时 感动到眼眶泛红 还有 细说台湾 固定班底Stacy周佑林 也到捷运站出口摆摊做生意 表示没有通告的日子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9点 都会固定在松山捷运站口贩卖女性饰品 围巾和帽子 和弟弟共同扛起一家四口 房贷约2万的开销 起初虽不习惯 但现已练就销售业务的功力 被客人赞美是笑容最美 态度最真的客服源 360行 行行出状元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只要是靠自己的辛劳付出 就值得被尊重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在人生道路上难免会做出 与他人不一样的决定 但像简家伟这样头脑果断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却更为难得 希望简家伟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低调的生活 始终拥保出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